更加的安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婷子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咱们的支付方式呢 也发生了改变 由之前的现金支付 变成了现在的移动支付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 为了支付更加的方便 很多人呢 都会在手机上绑定银行卡 但是呢 大部分人却不知道 当我们的手机绑定银行卡之后 有两个开关按钮是需要打开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资金就会更加的安全 并且呢 还能够得到保障 那么到底是哪两个开关呢 下面呢 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万一哪一天 你忘记了视频的具体内容了 还可以回过头来 再好好的看一下本期视频 首先呢 我们打开咱们手机的信息 然后呢 点击右上角这里的四个小点 接着呢 咱们点击设置 点开之后 在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恶意网址识别的选项 那这个开关呢 咱们是需要把它给打开的 那在下方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行小提示 开启之后 可以联网查询识别信息中的恶意网址 那另外呢 下面的这个验证码安全保护的开关 我们也是需要把它给开启的 因为开启之后 因为开启之后可以禁止第三方应用 读取和使用验证码的信息 那如果你在信息里找不到这两个开关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咱们手机的设置 打开之后 我们找到应用和服务 点击一下 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向下滑动 找到信息的选项 点击一下 那同样的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恶意网址识别和验证码安全保护的选项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两个开关给它打开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为了让我们的手机使用的更加安全 避免下载一些垃圾的软件 从而呢 影响我们手机的使用 我们呢 可以对手机进行一些安全的设置 那该怎么操作呢 同样的也是在设置的页面 我们找到安全的选项 点击一下 然后呢 找到更多安全设置 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外部来源应用下载 大家呢 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开关 是否关闭了 那如果不是关闭的话 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关闭了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如果咱们打开的话 可以看到下方呢 就会弹出提示 设备和个人数据更容易受到从位置来源 获取应用的攻击 对于因使用这些应用而造成的设备损坏 或者是数据丢失 您同意自行的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给它关闭了 我们点击这里的取消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的手机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全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都了解了吗 那赶紧拿出咱们的手机检查一下吧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可以为我长按点赞按钮助力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